年轻时的李亚鹏像所有人一样只想赚钱 但2006年女儿李嫣的降生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从此做起了慈善事业 刚刚婚变不久的她日前依旧全网立江举行公益活动 昨晚李亚鹏通过微博晒独自出行工作的照片并发表感慨 离开自由的Kart小镇来到海滨城市 洗衣不没人只好自己熨烫明早要穿的西装 熨烫着一个人的生活 照片中李亚鹏带着黑钞一身皮衣装扮 独自坐在双轮摩托车上迷离的眼神望向远方 略显孤独憔悴 此微博曝光后惹得网友一片心酸 纷纷留言送安慰 联想以前每次出行都会有王妃陪伴 离婚后一个人的生活确实很难适应 而此时前妻王妃已经离开北京 赞助赵薇在香港之居 已打算花个3000万买下一个200多平米的豪宅在香港常住 王妃辞职看来是准备跟前夫彻底不来往了 同时也是为女儿们建立一个舒适的安乐窝 看下来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